十月一日国旗干下 一场激动人心的视觉盛宴正在拉开大幕 4028颗发光束组成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屏幕 它有神奇的魔力 能移动能开花能飞出鸽子甚至能喷出焰火 光丽方是怎样诞生的 幕后有多少显微人质的秘密 走进科学邀请您一同揭秘光丽方 十月一号那天晚上 每一个人心里都肯定是非常的激动 当我们通过电视机的屏幕 看到了这场盛大的联欢晚会的时候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为光丽方 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它是在我们的主演区 而且就在国旗干的附近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它上面 居然能够伴随着我们整个晚会的节奏 出现不同的画面 真的是呈现出一种 只有天上才能够有的情景 它居然就来到了我们的天安门广场 那么这个光丽方 它是如何诞生的 在它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一一解答 2009年9月底 北京某训练基地 天安门国庆晚会表演队伍 进行了最后一次彩排 流光一彩的画面 完美到位的表演 让晚会导演组放了心 国庆当晚 光丽方可以完美地 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了 2009年年初的一个晚上 国庆联合晚会导演组 核心成员来到了天安门城堡 他们中有总导演张一谋 和执行总导演蒋宁 为了拿出一个完美的国庆晚会创意 导演组已经开过很多次会 但总觉得超不过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可是奥运会开幕式 这是十年模一件的经典之作 而国庆晚会从筹备到演出 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什么样的表演创意 才会更精彩呢 首先应该在天安门广场 确立一种观念 这种观念是应该跟国家的成长 有关系的一个观念 于是就想到了树 树木它代表着生命 代表着成长 所以说想到了树 那么这么多的一个树 形成了这么一个阵势 那么在这个树的大阵势上 我们怎么能够强调表演 于是想到如果树的顶上 我们如果直上光点 能不能既形成一面大的视觉频 我们的这个树的这么一种意涵 还没有丢掉 而且还能够表现得特别的充分 那么于是就在最后决定 就是在树上设置这个整个来临的观点 最终的表演方案确定了 在天安门广场以国企干为中心 栽上一棵棵发光的树 每棵树作为一个像素点 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屏幕 每棵发光树下面都是一个表演者 通过它来操纵发光树 可以让屏幕左右摇动 升高降低 露出道具 甚至喷出焰火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 也是最神奇的一块屏幕 导演们给它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光丽 它是世界上目前的 有报道以来的最大的一个地面屏 你50年的时候不可以想象 因为50年我们的视频技术 没达到这个程度 那么50年我们也不可以想象 我们的烟花会用这么一种方式去释放它 整个光丽方 经过技术人员测量 需要4028颗发光树 每颗发光树的树梢 有500多个LED发光点 能发出红绿蓝等7种颜色的光 整个光丽方的4028颗发光树 发光点总计多达200多万个 整个表演方阵的图案变化 就是要靠这200多万个发光点 以及它背后复杂的控制系统去完成 我们当看一棵树树它不难 两米一根线 两米高 左右摇动没有问题 但是在它当中形成4000颗树 那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必须要准确 无误的对它的线的接法 科学性 现在采用的标准 要防火 防水 防风 各方面的要求情况下 它也完成这棵树 要早知道我就不去做这件事了 太难了 经过一遍遍的修改 16个版本以后 发光树终于并行了 2009年6月 4028颗发光树运到了北京通州的排练基地 紧张的排练即将开始 但这时候我们正式演出 仅仅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奥运会最大场面是2006个人的基否 那么这2006个人是从各个部队当中抽调出来的 他们的非常优秀的队员 组成了那么一支队伍 训练了八个月 表演了三分多钟 表演了三分多钟 实际上这回我们的整体的难度不亚于否 但是我们要表演25分钟 而且比否的人数要多了一倍还要多 你要多一个人就要多一套斧子 多一倍 那就将近的难度要多一倍 其实要说光丽方它的组成部分 每一颗发光树似乎科技成分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说真的 什么东西它要一多起来 你要把它码放好了 这就挺头疼的了 我们说当时最早的设计比这要大 是100乘100米 可是这么一发翻不对了 周围还有四个灯杆都给圈进去了 光丽方要求的是要干干净净的展现主体 簇拥着我们中间的神圣的国旗杆 你多了四根灯杆算怎么回事呢 把这灯杆挖掉之后就成了93乘93米了 可是如果从天门城楼上这个视角往下看的话 这个方形有点变形 所以就得把一边拉宽 就成了93乘99米了 这么算下来的话 正好是4092颗发光树 那么刨掉中间国旗杆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话 就成了4028颗了 虽然说现在确定了它的边长是多少 光树也都生产出来了 可问题呢 有一个很棘手的 也令人很头疼的问题就出现了 什么呢 生产生产出来 没时间排练了 2009年8月 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某机械化石的4000多名官兵 进入了排练基地 成为了光树方的表演者 如何让这些平常走惯了正部 拿惯了钢枪的战士们 迅速进入角色 踏歌而舞 高效准确的完成 这项光荣兼具的任务 就成了导演组最关心的问题 为了加快排练进度 北京理工大学软件学院的老师们 被请进了排练基地 使用数字仿真技术 就是运用数字化的手段 实景动态的描绘出 表演现场演员的表演动作 图案的变化等等 使排练工作更加直观有序 此前 这项技术已经成功地运用在了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排练工作上 他们可以在没有演出之前 让我们导演组以及领导 可以审视到这个东西 放到天安门 或者放到这个场景中 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他们能够做到的 可是原来我们最土的那种办法的时候是 只能忍想 想完之后用几千人来排 排出来之后再看 哪不行了 我们再调 那是原来的办法 最初 数字仿真技术人员认为 这款软件经过奥运会开幕式的千锤百链 对晚会演出已经是轻车熟入 不必太担心 没想到进入以后才发现 首先 技术人员和总导演的沟通 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甲岛曾经 曾经给我们布置的任务 就是说 你给我做一个流动的东西 从一个绸带飘过去 然后我们就在问 从我们的这角度来 就是说你告诉我怎么飘 它的路径是什么 它的宽窄变化是什么 时间起点节点 然后它的节奏 它的速度是什么 甲岛是不会这么说的 他说我不管这些 你只要给我飘得好看就行了 第一版做出来的东西 甲丁认为过于呆板生硬 在一次次的碰撞中 双方找到了艺术语言 和技术语言沟通的桥梁 设计困难也被一个个的渴了 我印象中有两三回是 甲丁导演就拍拍我的肩膀说 你能我相信你能 当时一哭无泪 然后但是事实证明了 我们确实是按照导演的需求 完成了这个工作了 那当几次以后 我都不好意思跟甲导说 我说我不能了 参与表演的战士 人人都会有这样一本表演手册 还是每个演员的表演指南 他把每个演员在什么时间 做哪一个工作 应该怎样表现 都用计算机算了出来 演员们只要按照他来进行训练 就绝对不会走 那这本书成了保证 爱事完成任务的一大发行 比如说我是一个演员 我需要看到这个图形 然后再需要后面找我的编号 有没有我 然后再需要看节奏 就是说整个这一本书 就像我们叫武林秘籍 结果这本书是开了非常大的作用 如果说是要是没有这么一个 完整的这么一套 我们的这个编排的这么一套 所谓科学试讯呢 这么一套方法 三个月是不可以想象的 数字仿真方案日渐成熟 但如何把这个模拟方案变成现实 则成了战士们最大的困难 排练比平时的军事训练还要艰难 走惯的正步变成了舞蹈 拿惯的钢枪变成了道具 穿惯的军装变成了戏服 听惯的口令变成了节拍 巨大的反差 让大家一时间都无所适从 很多战士还是有压力的 过去都是舞枪动棒嘛 你现在突然要这个 要踏歌而舞啊 要学一些节拍啊 对自己还是比较担心的 光丽方排练中最大的难度就是演员和视频的配合 蹲在不到1.5米高的发光树下 这4028个演员 每个人的动作都不一样 必须听着音乐 守着节拍 记准什么时候出哪个道具 踩哪一步 否则一旦出现失误 在光丽方上就是一个突兀的光点 破坏了整个画面的美感 战士们都管这种失误叫做冒泡 冒泡以后就感觉到哎呀 当时就是感觉到哎呀 人家都没做错 同志兄弟人家都没做错 你做错了 感觉到请不好意思 当时脸就红了 一击脱 再一击脱 再一考虑 接着动作又没赶上 接着冒泡 有时候一处冒泡 处处冒泡 本来动作正常的战士 临近有人失误 自己心里也慌 也跟着出错 一时间悲观情绪到处泛滥 部队领导及时发现了这种苗头 请来了心理方面的专家 被战士们做疏导 克服他们的贵难心理 同时战士们还创造性的 发明了蒙眼训练法和干扰训练法 蒙眼训练法 就是把战士的眼睛蒙上 避免受外界他人的错误影响 干扰训练法 就是在正常训练的时候 在旁边放不相干的音乐 故意打乱节拍 增强战士的抗干扰能力 来解决心理素质 不过关的问题 服装和道具也是排练中的难点 每套服装里外有三种颜色 配合不同的乐章 刚开始战士们不熟悉 经常有穿错衣服 戴错帽子的现象出现 显得格外眨眼 道具就更麻烦了 有拉杆花 鸽子手板 树叶 小红蹄等等 加起来有五六种 必须牢记 什么时候出哪种道具 到哪个位置 战士们不但在训练时 认真做好每一个动作 就连平时休息的时候 也经常加班强化训练 相互纠正 排练的进度大大加快了 大概每一个人都经过了 八十天左右的训练 这个道具就像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因为每天都在摸着它 然后每个人的道具 都是自己在使用 也都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进入七八月份 正是一年当中的雨季 前几天还是雨水连绵 战士们在泥水中摸爬滚打 这几天又是烈日挡风 深圳的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 但是排练进度必须争分夺秒 不能有半点耽搁 每天演员的排练时间 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 到后来就基本上 都改成了夜间排练 经常排到凌晨两三点 随着时间的逐渐逼近 每个人的心情都格外紧张 咱们看着过瘾 说实在的 我是干电视的 那天晚上虽然不在现场 但是每看一个画面 心里都在紧张 老是怕出现什么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 它不是我们说了 不出问题就一定不出问题 这也是难免的事情 尤其您说光丽方 这些发光术 前面我们说了 咱们的战士们根本就没有排练时间 是直接推着他们就进去的 有人说了 你干嘛不用演员 不用这些灯光师工程技术人来完成 你想前面游行队伍刚走完 你马上就得接上 这分毫不差 咱们空中的飞机都能够做到 零秒零误差 我们下面拿手推着的这个 更得做到了 而且这全是用电的家伙 有一个焊点是虚了 马上没准就去 就会有一颗树布发光 这绝对是要命的问题 挺好一光丽方 中间一光丽 您怎么解释 这可就真是麻烦大了 所以对咱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好 对咱们的解放军战士也好 只能允许一次成功 否则的话 那就出大乱子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数字仿真导演组又承担了更大的任务 由原先的三维定位模拟实景排练 到后来已经掌控整个实景表演的图案变化和音乐的现场控制 光丽方发光束图案的变化 全部由后面数字仿真的技术系统在操控 责任越大 技术人员的心理压力也越大 因为它技术啊 往往很多技术的东西 反而到一定的时候 它不如不像人那么踏实 因为你像我们4028名战士 我们联系训练这么长时间 我们可以去保证每一个战士 在10月1号晚上会以饱满的热情 最好的状态去表演 而且不会错动作 因为它是按节奏练出来的 但是你要说技术 电脑还有四级的时候呢 2009年8月29日 天安门广场上 国庆60周年联欢晚会举行了第一次排练 4028颗花光束从排练基地装车 运送到天安门广场 由于时间衔接非常紧 前面是国庆彩车游行 从演员推着花光束进场就位 到4028颗花光束全部安装调制的时间 只有一个多小时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视频播放人员突然发现 光丽方的信号线接错了 技术人员马上冲进去重结信号 而这个时候 离光丽方开始点出 还不到五分钟了 我向贾经导演汇报 我说测试信号有问题 贾经导演说 不要慌张冷静 认真排查问题 当时我非常高兴 我说我有时间了 跟贾导说明白 对讲刚一停下来 我还没转身 就听着贾经导演 在对讲里已经发布命令了 现在倒计时 五四三 没给我留时间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天晚晚会 必须在这个时间开始 视频人员甚至还没有准备好 音乐就开始了 整个光丽方 静止在一个画面上 视频人员没有丝毫犹豫 用鼠标拖着视频 开始追赶音乐 终于在第16秒钟 视频和音乐对齐了 整个光丽方表演 除了开头的16秒钟 以后没有再出现过任何差错 说开始的时候 我们播放的时候 其实我们晚了16秒 就是我们来不及调试 但那一次下下给了我们一次信心 就说OK 我们也能完成 但在这之前 如果要是如果 说 就是到底 就是不经过调试 是怎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真是一点底没有 16秒的事故发生了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但也让整个剧组 更看清了问题的关键 技术是经得起考验的 人更是经得起考验的 但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 许多未知的风险 就必须有应急预案 发光术出故障怎么办 视频播放不同步怎么办 当天有风雨 影响操作怎么办 都需要一个明确的回答 而是我们确实是为了各种各样的不可预知的问题 想了很多的欲伪方案 连包括最原始的 最笨的方法 还有最先进的 最自动化的 都有 我甚至可以说 在国庆晚会演出那天 我的播放台 看不到 收不到时间 看不到时间显示 我都能播 甚至我听不到音乐 我也能 在误差在一秒之内 把它播出去 连续的几次彩排 光丽方没有再出现半点事故 效果非常完美 距离十月一日 伟大祖国六十岁的生日 越来越近了 每个人都进入了最后的冲刺 这一路走来 遇到的困难 真是无数 数不尽的 那么就像以前 跟陈炎老师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说遇到困难 不要怕 去解决它 解决完以后 留在你心里的 都是幸福和欢乐 2009年10月1日 国庆六十周年联欢晚会 拉开序幕 4028棵发光树 打开了一幅火树银花的美丽画角 光丽方 让艺术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飞翔在天安门广场的身后 可以说光丽方 它是一个高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奇迹 艺术家们贡献出了自己的浪漫设想 我们的工程人员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把它一一实施 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强大的技术保证 才有了那天晚上流光溢彩的乐章 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 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非常美的享受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高科技艳火在晚会中的应用 要做到安全准确形象 把艺术家的构思 转化为每一个光点 每一束火焰 从艳火生产 技术标准 试验南方 到精力病位 都凝聚着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智慧和风水 静止关注走进枯水 神的焰火